尸体脚踝为什么要挂铃铛 是为了防止假死 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 假死是常见的事情 挂铃铛就成了艳势官们的传统 话刚说完 当女人试图去掀开果实布时 原来只是一场闹剧 但父子俩还是大意了 接下来要发生的是 他们当了一辈子法医都没见过 这是一具临时送来的女尸 来自一座命案现场 三人暴毙 房内到处是血迹 但门窗完好 完全没有任何闯入痕迹 出了凶器 现在找到的就只有这具女尸 女尸各项指标都很诡异 一 身上找不到任何伤口 但四肢关节都被扭断了 二 眼球浑浊 莫瑟死了一段时间了 但当老爸一刀切下去 无数血液流出 而且新鲜无比 三 飞不严重黑化 最最想不通的是 当他打开嘴巴的一瞬间 两人吓了一跳 他的舌头被整整齐齐切断了 但这也不是致命伤 就在父子俩一瞅莫展时 外头光当一声 儿子说 肯定是猫咪碰到东西了 我去看看 他独自出门 刚没走几步 抬头一看 镜子中 是一个人影 他大着胆子走过去 可能是自己眼花了吧 儿子回到房间 老爸这里终于有了进展 他从女尸位中取出一团麻布 麻布上是一个神秘图案 和几个罗马数字 老爸还从切口书发现 女尸居然有两层皮 他叫儿子帮忙 拨开外面这层 两人彻底震惊了 外层皮肤的里面 也画满了那个图案 老爸突然想起什么 赶紧翻书 可就在这时 背后的收音机自动响起 超重口味 进拨苦补片 充斥着暴力美学 胆小误入 SVI Cloud的 看细胞剧买小云 就是要高清